开车都上车 开车二司机都上车 警方大阵仗从高雄古山玉成路大楼 把八名嫌犯一个个压上警车 带去派出所 因为他们就是涉嫌枪击宠物店的扼煞 拜托不要拍 拜托 报警报警 我们派人工吗 来来来 是开枪吗 是被指使吗 起初非法枪支棍棒等犯案工具 高雄连续三天陷入治安黑暗期 警方用监视器严先找到涉嫌犯案的黑车 一路巡线歹人 15小时内抓到嫌犯 试图扳回颜面 我们在门外进去的时候 有听到窗户有人打开 我们就立即通知下面的人注意 结果从楼上丢了两支枪支下来 以及三十几万的子弹 后面拉回案发现场 宠物店才刚遭人持绑砸电 19号凌晨再遭人连哄五枪 店门口两片玻璃碎裂 门外一辆汽车板筋也遭射穿 警方初步调查 疑似是主播间的仇恨 但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一场粉丝纠纷 却现身相守 连千亿亲上火线开直播 解释来解释去 就是不关他的事 但18号深夜 才在脸书上po文 和大哥见面 传授经验 期盼一切圆满 照片曝光除了po文中的大哥 和连千亿 背对镜头身穿白衣的宠物店 业者也在一旁 看似平息风波 却在没几个小时后 连千亿的直播场 再被20多辆汽车包围按喇叭 直到警方对控鸣枪 这才压制住现场逮捕一人 但距离直播场 300公尺处的宠物店 却在遭枪击 这场连千亿之乱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现在终于逮到嫌犯 期盼能让治安回归平静 记者彭宇德 梅凯婷 SNG小组 高雄报道